吃货开始在脚下一直叫着要吃零食了 一直在我脚下撑的好一会儿了 过来 一喊马上又过来了 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点零食 要不要吃 过来快点 过来 过来 我装 过来 要不要吃的 蛤 过不过来 蛤 我的妈呀 竟然 是不是生气的 刚撑了一会儿还没给 这回叫都过来 蛤 蛤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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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零食拿出来先 走开走开 人家到你 小鱼干 放在楼上 还能拿下来呢 今天早上拿上去给咱咪吃 我们拿下来 拿 要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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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握手 手给我 握手 对你的握手 换个手 换一个手 还是这个手 算了 来 吃吧 小饼干 吃的是猫饼干 吃过很搞笑的 吃完之后 他觉得这点不够 他还会 蹲在一边朝着我看 然后还会叫 还会叫我继续要再给一点 他表示没吃够 现在先把它放起来 看他吃完了什么反应先 看起来 看起来 这里还有一颗 看起来 看起来 没有了 没有了 快走吧 又来了 他觉得我应该再给一点 放在这里 伸个脑袋再看 没有了 去 去 快走了 走了 没有了 没有了 没吃够了 没吃够是不走的 来 还要吃不 要吃握手 握手 再换个手 握手 换这只手 换一只手 换一只手 换 换这只手 换一个手 嘿 怎么回事 对了吗 换一个手 这个点 看这个五小喵 这个袋子还是五小喵摇烂的 五小喵在的时候偷吃摇烂了 就他逃跑前的两三天把这个摇烂了 就说摇烂了 就跑掉了 这家伙 都不见回来 哎 妙子 你可不能跑啊 跑出去可没有零食吃的 饭都没得吃 会饿死的 有句话就叫做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日难 跑出去的饭都会没得吃 还担惊受怕 知道了吗 妙子 还要吃 还要吃吗 这意思是 还要一点 还要吃点 没有了 每天一到时间就要喊着 给点零食 给点小鱼干 给点饼干 是不是妙子 要么就到吃鸡胸肉的时候 要叫做鸡胸肉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吃货 该吃吃 该吃的时候就要叫你给吃的 该睡的时候自己就去睡了 每天中午自己就去睡了 就我们吃完中午饭 他自己就去里面睡了 早上在楼上 完完下来 十点多就要睡 那睡到中午 我们吃完中午饭 他就又 跑到房间里面去睡 你睡到这个时候起来了 就 开始要我给点零食吃了 然后吃完零食了 现在不知道他要准备干什么呢 平时是没有这么早起来的 今天起得早一点 平时一般是四点多起来 就要给零食吃的 然后呢 到了晚上 九点多十点多这个时候 人家要自己跑床上要去睡了 哈哈 此后这日子过得明明白白的 晚上他要一觉睡到早上四点多 天天早上四点多就要起来 喵喵喵叫了 搬死了 天天搞得无情 敌人